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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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開關之後 卡路斯已經很快地 像猛日搬家一樣 把所有樂器和工具搬到抖門 變成我回到抖門這邊 變成很多樂器可以玩 我最深愛的古典結他 就放在抖門那裡 變成我回到香港 就真的沒得彈了 沒得彈 不是表示很厲害的那種沒得彈 是沒有結他彈的那種沒得彈 但我又沒理由為了這個原因 在香港買多一支漂亮的古典結他 這樣很浪費的 但我想到了 既然上次我都可以由榮開始 做一支極品的小結他出來 那為什麼我又不可以親自動手 做一支漂亮的古典結他出來 好 就讓我回到工場 找些漂亮的木材出來 自己再做一支古典結他 事不宜遲 立即回香港 做什麼樂器都好 第一件事就是要選好材料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逢親木結他 無論面板或背板 都是左右木紋對稱的 因為所有的造琴師傅 都會找塊原木 在中間破開兩邊 然後鏡射這樣拼貼在一起 這樣的音色就會最好 信不信就由你了 但卡洛斯造琴 哪有人有這麼多材料選擇 於是我最簡單 就是在橙色網站上面 買一塊已經拼貼好了的 五味及阿拉斯加雲纏回來 然後才去切割成形 那就不用煩了 萬事起頭難 開始我就先在雲纏上面 根據這個模板 畫上音樑的位置 以及音孔的位置 而畫好之後 我會先打算開了音孔 以及做有關音孔的裝飾性工作 因為為了一個古典結他來說 除了聲音要漂亮之外 原來有很多地方 裝飾性的配置 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好像一個音孔邊的雙嵩花邊 傳統的工匠會用手工 或者用收邊機來手動挑剋槽 但卡洛斯為求準確 就明顯使用CNC 只要尺寸量度準確 拿出來的槽 就應該剛好將花邊陷進去 不說你不知道 有些名貴結他的花邊 是用一片片木片 人手地拼貼出來 但我哪有這麼多時間 所以我這個花邊都是逃回來的 貼好打磨之後 就開始做音涼了 至於音涼的用處 我在做小結他的影片 都曾經講解了 由於面板材料 這個雲纏震動固然非常好 但也十分脆弱 所以必須用一些音涼來鞏固它 至於放音涼的方法 就有千百種 而現在我用的是一種 放射性的音涼排列法 我也是用上次小結他的固定裝置 但這次我配置了有彈弓的支撐桿 用來固定音涼就更加方便了 固定了四條主音涼之後 我再加上兩片雲纏 在音控兩邊進行補強 而在琴橋的後方 用來補強那一片 因為要硬度足夠 所以我就採用了一片蜂木來做 而貼好這片補強的蜂木之後 就輪到貼了五條放射性的小音涼了 但是每條小音涼和蜂木相交的部分 都要先畫好線 然後切出一個筍口 才能夠和蜂木緊密接合 因為如果中間漏了空冷 我們是不能夠預早判斷 結他會發出什麼掛音色 所以只能夠步步為行 做好每一個接合位 而每條音涼的頭尾 之後就會和側板相碰 所以也要仔細地修飾好它 而只要音涼有足夠的堅固度 將它打磨薄一點 也可以有效地提高結他的音量 好了 面板完成備用 之後要處理的 就是兩邊的玫瑰木側板 由於我手上沒有專業的製作結他器材 所以我只能夠把玫瑰木濕水 然後用熱風把它吹軟 再用手工把它咬成相約的形狀 然後用武具把它夾成影 這個過程都花了我很多很多的時間 側板是由兩邊構成的 而在結他的底部 就需要用一片桃花芯木 將它們接駁在一起 而這塊木頭不單只會固定了結他的底部結構 而且如果將來要為結他裝拾音器 都會在這個地方和安裝輸出插座 接著我們工作的每一步 都要依據結他製作圖 裡面標示的每一個尺寸來小心行事 例如我現在選擇要做的 就叫做西班牙式的琴柄 琴柄的設計 是一個3D的形態 而我就要研究這具設計圖裡面的尺寸 來夾木和畫線 畫好線之後 我先用帶鋸機 粗略地在琴柄上鋸出造型 而當鋸出琴柄和琴身連接的兩條坑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翼翼地進行 由於這個琴柄的造型真的非常複雜 所以接著就要用上各種的沙子機 進行各種的打磨 但是最難埋手的都是這個尖角 我根本就不可以用大鋸機去鋸 所以我就試試用手鋸去鋸出來 但是原來也很難 試試跟影片用鋸去鋸 但是也頗為費力 左鋸鋸右鋸鋸之下 竟然讓我想到好巧 就是用到我手上這個萬用寶 大家知不知道萬用寶是什麼 萬用寶是一種又安全 又方便在不同的地方施工 而成效又高的木工工具 它是靠震動來帶動刀頭切割 怎樣安全 就算用手指來碰它也沒事的 於是我就靠著使用萬用寶 將琴柄切成為這個形狀 當然現在還是很肉酸的 於是我再出動狼牙棒 配合打磨機 再進行一個粗略的切削 之後又回到滾桶沙子機上 將粗濕的紋理磨走 我為了這個琴柄 都可以說是出盡方法 去到最後 我還是要用狼牙棒 來挖出這條坑紋 終於琴柄的形態才大功告成 但是還未完 因為表面仍然很粗糙 於是我就用新買回來的 充電式小型理帶沙子機去打磨 然後再人工打磨一次 才算搞定這個琴柄 花了這麼多功夫在琴柄上 終於就來到 將琴柄和側板 貼合好的一個工序 而剛才琴柄兩邊鋸出的兩條坑 就正正用來塞著兩塊側板 所以為什麼剛才我說 鋸這兩條坑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就是這樣 現在就輪到要把剛才整理好的面板 和側板去接合起來了 這個步驟之前在做小結他的時候 我都示範過了 就是要在側板的邊緣 貼上一些邊條 用來增加面板和側板的接合面積 這個部分其實一點都不難做 只是把邊條屈曲 塗上膠 然後用三夾 把邊條緊貼這個側板固定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容易呢 當膠乾了之後 可以拆去那些夾子 然後就把琴柄和邊條的部分都塗上膠 為了塗得均勻 和在貼後的時候 不會有太多膠質出來 我們要用手指把膠塗勻 然後就可以把面板蓋上 這次我們就會這樣運用彈弓支撐 把邊條和面板緊緊地壓緊 假設有多餘的膠質出來面板 就要立刻把它清除 免得乾了之後 會影響面板的震動 做結他 真的是一個很細心的工作 由於這個過程真的太複雜了 所以這次我們先做到這裡為止 前前後後都花了十多天才完成到這個階段 可能用了之前做小結他經驗 前半部你說難不是難 但是就需要很細心地做每一個步驟 我認為我這次都應該做到有八九十分 主要比較棘手就是西班牙式的琴柄連接 但是我告訴你接下來的工作才是難中之難 之後我要找回玫瑰木去做這個背板 還要做指板計數 十二平均率的品絲槽 之後就上七炮光 只在這裡也可能花幾個月時間 最後還要做琴橋上船樓 整個結他才完成 大家心不心想聽到他的聲音呢 如果想的話就要繼續留意卡洛斯的影片 好了我今天分享到這裡為止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請你訂閱 記得按讚和分享出去吧 拜拜